千万不要创业 创业很有可能会让你越创业穷 大大小小的创业 我也有五次的经历了 之前干过服装店 也跟爸妈一起搞过餐饮 就拿服装说事吧 在一个小县城的话 十家服装店 有九家都干不下去的 首先你的广告 宣传做得不好的话 还有就是加上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网购 再一个就是产品本身 你不能做到细化的话 那你这实体就等死了 不过也有很多创业成功的 他们创业之后的收入 比打工翻了几十倍的都有 大家每天刷我视频也知道 我确实是回来农村里创业了 但其实对我感觉 创业就是有可能会让你 富得很迅猛 但也会让你穷得很彻底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 有个粉丝在直播间里说 云西创业好成功啊 我纳闷这个成功的点在哪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是 你种黄瓜种大豆一样 你不经过长时间的去培育 对不对 吃肥 浇水 你怎么会见到果实呢 就是需要等一个机会啊 我现在每天就是埋头干 就干呗 这个机会至于它啥时候来 咱真不知道 创业一直穷 一直创业一直穷 但总会有你想不到的结果 人生嘛 慢慢来吧 感谢观看 咱们